生日快乐 亲爱的 谢谢 生日快乐 晓芹 谢谢 本来还觉得三十岁 特别遥远了 没想着过着过着 就真的三十了 晓芹 你昨天许了什么院呀 我就是好奇啊 你说女人一过了三十 她想要的东西 会不会发生变化呀 其实也没有 好多事 早晚都会发生的 人过没过三十没关系 你也没许什么院了 没许院啊 顾佳 下一个就你过生日了 你是怎么想的 我就希望 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吧 你还缺安全感呀 你都快住进保险库了 你看你有一个 这么好的老公 还有个可爱的妖命的儿子 就算是全职太太呢 你们两个的事业 也是共同打拼的呀 还住在最好的小区 你这么说是不是太启人了 你不知道我们家的房子 还欠着好大一笔贷款呢 而且现在 抵押给银行 借款给公司 你们是不知道 我们公司的特殊性 可能你们没有感觉 就像是每天坐在火药桶上 不说我了 说你吧 漫妮 你也快到三十岁了 许什么院 我肯定就是想留在上海 用我自己喜欢的方式 你们说如果我不留在上海的话 我又没有机会去香港啊 完了你 你要跟人跑啦 去香港就是晋升呀 那不只是地理位置上拉近吗 我觉得我跟梁振贤的差距 也没有那么大了 你搞没搞清楚 你身边到底有没有朋友呢 她说她是单纯 我就愿意相信 我还是那句话 在感情当中要保护好自己 千万不要让自己受伤 我支持你 漫妮 有些时候 留在原地肉眼可见的不能变好 离开了至少有一半的机会 可能会更坏 肯定可能会更好 朱小琪 你这过了三十岁 这说话都变得有哲理了 你这一过了三十岁 怎么就变得深沉了啦 我离婚啦 今天早上去办的 离婚证还热乎着呢 三十岁第一天啊 三十岁第一天啊 你这两个月真是闷声办大事 可能从孩子没了我就动过这念头吧 难得 陈屿也痛快 估计他也早有这个心思了吧 大家都过够了 所以就多痛快啊 说起来也挺奇怪的 之前一直过不去孩子的坎 敲离婚章的那一刻 我一下就释然了 还好我们没有孩子 都不用隐忍着在婚姻里面 彼此到老啊 干嘛愁眉苦脸的 我现在身心都自由了 这是我三十岁最大的礼物了 为我高兴吧 干嘛呢 小芹 我为你高兴 小芹 我为你高兴 我依然给你开罐 dump number吧 confidence 六 пять 为一多阿 你安项 有红比 离婚走了 至少我能住这么好的套房 不能再幸福了 三十更好 三十万分 喂 喂